转变者大能做小 小能做大 一能做多多能做一 种种诸无皆能转变 我们看了转变的 这一节经文 从我们眼前来说 我们身上有很多病毒的细胞 这是疾病的根源 如果有这个能力 把所有病毒细胞都给它恢复正常 转变吗 人病就没有了 不需要吃药也不要打针 不需要针断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一切罚从心向神 为什么会有病毒细胞 是你自己的心有病毒 什么病毒呢 你看佛给我们讲的三毒 那病毒啊 贪成痴 如果我们把贪心断掉 成灰心断掉 预期心断掉 病毒就没有了 所有病毒细胞 统统统恢复正常 就这么个道理 这是真点 一点不假 端正心念 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你得相信啊 这佛天天在讲啊 一切罚从心向神 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心里头放着这些贪嗔痴慢疑 这叫五毒啊 你怎么会不生病呢 心里头有五毒 心里本来没有五毒 五毒是你自己妄念产生的 真心没有五毒 真心理念没有念头 心里有这五样东西 就是你已经有了病毒了 这病毒是病因 因加上云病就发作了 云有年种 有内云外云 内云恼怒运恨恨烦 这是你的情绪 是内云 外云呢 财色明时睡 因云一聚合病发作了 严重就要命了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病肯定治好 再严重都没问题 转变心态 远离 这个外云 控制自己不发脾气 把怨恨脑肉烦 控制住 把贪嗔痴吃慢移 把他降温 能控制好 就没有毛病了 让你帮忙 别忘了 让你看 我让你帮忙 让你帮忙 让我帮忙 你帮忙